那一年 夏安居刚结束 士赤安破离果园中喧闹一场 佛陀问阿难 园中谁在说话 声音怎么这么大 好像破木石一般 阿难答 舍利弗和穆建连准备带领五百比丘外出油画 一些比丘从别处赶来 与士赤村中的比丘相互问讯交谈 因此声音很大 佛陀对阿难说 你让舍利弗 穆建连和他们速速离开 不需住此 于是舍利弗和穆建连只得带着五百比丘一起离开 一些释迦族人得知他们被佛陀遣离 便向佛陀求情道 唯愿士尊原谅这些比丘们的过错 请士尊教诲他们 因他们初学远来 还没来得及受教 这样离开 恐怕有变悔之心 梵天王也下来为比丘们求情道 这些比丘未见如来便远离正法 就像新生的牛犊 离开母亲便会忧愁不实啊 佛陀回头看了阿难一眼 阿难心领神会 便去换舍利弗 穆建连及比丘们来见佛陀 佛陀问道 我刚才潜离你们和这些比丘 你们怎么看 舍利弗答 我想 因为如来喜好闲尽 独处无为 不乐喧闹 才潜离我们 佛陀接着问 后来你又怎么想呢 圣众事实谁之累 舍利弗答 世尊 那时我在想 我也应当闲尽独有 不处事闹钟 佛陀阻止道 不作事与 亦陌生此念 不要说我也应当在闲尽处这样的话 这些圣众不是依于你和穆建连吗 接着同样的问题 穆建连答道 我想 这是因为如来想要独处无为 才潜离我们 我等应当收纳他们 不让他们四散而去 佛陀赞道 善灾穆连 如你所说 大众的标手 只有我与你们二人 从今以后 穆建连应当教诲后学的比丘 使他们在长夜中永处安隐之处 不使他们中途退转 不使他们再堕落生死之中 接着 佛陀开示了比丘成就的九法 他们是 与善知识从事 修行正法 不着邪业 横游独处 不乐人间 少病无患 不多续财宝 不贪着衣钵 情形精进 无有乱心 文艺辩解 更不重受 随时听法 无有焰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